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乌飞 乌飞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了来了 乌飞 Hello 跟大家说大家好 我叫乌飞 甜屁屁了 又自己坐下了 今天给乌飞买了一个新的石盆 是这样子 带一点点高度 然后呢 稍微面积大一点点 是个小猫耳朵的 因为之前给他的那个盘子 我老感觉他有点就是吃着肺症 我们现在去给他 准备晚饭吧 拿这个试试看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吃 因为有可能他会认那个板 好 现在有马哥长进了 哎呦 他在屁股底下坐 然后因为那天 昨天开了之后觉得这个味道 还确实蛮好闻的 然后他也接受这个味道 就是他也吃 吃的还蛮好的 差不多先给他这么多吧 然后还是混着那个 以前的凉一起 这样 Wait a minute Woofy已经开始闻到味儿了 兴奋了 走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混一点 就是原来他就加给他的那个凉 大概这样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完了呢 因为他前一阵不是来的时候 就是有点着凉 然后又有一点点上火 所以呢 我还要再给他加一点这个猫耳粉 因为里边有那个 呦 叫了 饿了 这样子 加一点这个粉 可以增强他的抵抗力 缓解就是 防止他 预防他感冒吧 应该这么说 好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这样 拌匀 让他不要分辨出来 新凉就凉的 OK OK 要给他吃了 现在吃饭了吧 他不知道怎么下 我打抱起来 不然 来 他这个好像高度感觉更合适一点 他不用那么费劲的弯着脖子吃了 感觉他这两天都长大了 真可爱 我们现在准备吃晚饭了 然后因为他 今天想吃火锅 就怕他到时候 蹦来蹦去的那个锅 容易伤着他 所以先暂时 把他放在卧室了 他因为刚才叫了两声 可能不满意吧 不开心 但是也没办法 就是 也怕他受伤 我们就尽快吃完 尽快把它放出来吧 我们现在在看《青春有你》 正好看到那一集 就是Reader这一组的这一集了 简直太搞笑了 看完之后 就是那个 蛋 蛋黄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就完全就是 洗脑 在你脑海里挥之不去 每天都在想这几个词 好的 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 然后就准备开吃了 看那是青春有你 这当是一场那种型的 很久还是很感动 还是很想被你保护 嗯 真的太搞笑了 这个 然后还点了T Plus 明场面来了 好了我们开始吃我们美味的火锅 在家中吃火锅 其实我觉得又好吃又省钱 可以 理解 心中的馋 哼 我现在刚刚去洗了个澡 然后晚上准备睡觉 因为我明天早晨八点 对 早晨八点有一个电话 所以我可能要七点半就起来 收拾一下 稍微化个妆什么的 然后八点开会 因为啊 WUFI呢 马哥已经上床了 马哥这两天也累 WUFI还在这跑酷呢 马哥已经在睡了 在上床了 但是我临睡前还有一个任务要做 就是给WUFI买了牛肉 然后今天打算先切成小块 在冷冻在冷冻室里面 冻十天之后 就可以给他吃那个生骨肉了嘛 买的是这么一个一斤的冷鲜牛里脊 现在我要把它剁成小块 哇他简直是超喜欢绳子 马哥这个裤子放这儿 这个绳子大拉下来了 然后他现在就简直obsessed with这条绳子 这肉啊真的特别香 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颜色和这个 啊纹理这个感觉超级棒 我在这切就完全都没有那种臭味 就是一种香香奶香那种牛肉味 而且你知道就它这个一下切下去 特别嫩特别好切 天呐我觉得这个它这个饮食也太好了吧 先给它切小一点吧 我怕它可能第一次到时候吃生骨肉 它嚼不动 嗯给猫猫做一点猫饭 据说就是对它也比较的好 它都闻着味儿了都来了 你看底下它在底下 超好奇 哦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 现在是周四 早上七点多 我起来 我又起了点七吧 就是本来起来了 但是又起不来 然后因为八点要开会 哦我还没有怎么梳妆 好像还要开摄像头 我要赶紧洗个脸 耶我一起来 Woofy也跟着我一起起来了 好乖呀 是不是 我一起来 Woofy也跟着我一起来了 好了 我赶紧梳妆一下 OK Exactly This is really fresh Hello 现在下班到家了 跟大家带个招呼 你看看Woofy 有马哥回来可算抱上了 开心的 开心的啊 开不开心啊 开心 我们今天给他买的罐头到火 哎呦这小肉店真可爱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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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他买的罐头到了 我们一起来拆一下呗 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 这是给他买的好吃的 买的东西到了 先是送了一个 水煮原味鸡小胸 一个零食 然后剩下的就是 买的这个罐头 哎呀没送小老鼠 他们其他的订单里都有送小老鼠的 我的没有被送小老鼠 我看他们其他订单都说 那个猫咪特爱玩店家送的小老鼠 咱们怎么没有小老鼠吃呢 我还想着说 这样他就有玩具了 不过已经给他买了玩具 干嘛呀 哟 好我打开了 给他买的就是这个 皇家奶糕的这个 叫什么 就叫皇家奶糕 是日本版的这个餐盒 对的 据说这个给小妈咪吃比较好 然后就打算 先一次给他四分之一 这样试一下 呦你来了 你知道这是给你买的好吃的呀 嗯 你来了开心了 开心了 呦可开心了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周五 诶对今天已经周五了耶 终于周五了 过完周五 就要可以过开心的周末了 而且这个周末是那个小假期嘛 所以相对时间长一点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今天是周五呢 但是我们的team今天是团建team building 呃然后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特殊时期这个节骨眼 也不能干什么太fancy的事 anyway还是安排的挺好的 我们要早晨先去一个 cooking lesson 就是我们要去学做饭的那种 就是类似于烘扒馆那种感觉 然后呢 据说中午去吃自己做的饭 然后我们下午还给我们预约了一个 就是那种类似于插花儿课的那种DIY的东西 对 然后这个就大概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行程 不过好在今天不用去公司 然后也不用工作 就很爽 我们的woofy早饭都已经吃上了 早上起来就安安安的在我脚边转悠 哎呦可饿了 赶紧给它做了吃的 现在吃的可香了 原来新买的这个碗它好像还真的挺喜欢的 这样子有个高度把它吃起来就比较舒服 就是这个叫做KitchenL 应该是一个可以就是一起做饭的地方 哇 哇 发音她像个人 对吗 我说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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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现在已经下班回家了 结束了今天一天的团件活动 然后下班还蛮早的 所以就早点回来 今天收到了一个快递 我们一起拆一下吧 是给Woofy买的玩具 因为就他平时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们白天要是上班的话 他也没有什么事干 就老睡觉 这样子的话我怕他生物中有点颠倒 就是容易我们晚上回来要休息的时候 他比较精神嘛 然后再一个就是白天 不想让他一直睡 就想让他说有点事干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玩具 说是应该妈咪比较爱玩的 我们一起拆开看看 看他愿不愿意玩 第一个买的是一个这个东西 我现在准备拿到这来 然后看看他会不会想来玩 就是一个能拨浪球 又能磨爪子的 看看他要不要过来 Woofy过来看看 Woofy过来看看 他好像还没有整明白 这个是怎么个玩法 慢慢他看到了 看到了会自己拨浪了 哎呦好开心哦好开心 哇他简直超喜欢这个 哇你们知道他简直爱这个爱到 它里面不是有那个铃铛吗 其实应该有两个 然后呢我们刚才看 发现哎这怎么不响 里头没有东西了 结果我们发现他聪明到 他自己把那个铃铛给勾出来了 然后那铃铛就掉下来 然后这样滚到沙发底下去了 我们刚才在沙发底下才把这个铃铛给找回来 我的天啊 我们现在要吃个晚饭了 我们今天晚上点了妈妈的 哎奶奶的味道 那天在那个公司附近吃了 觉得还挺好吃的 想用珊瑚酱油炒饭 那边还在热着一个 Woofy呢 Woofy在好奇 微博炉里发生着什么 你们看我感觉他都长大了 这种小宝宝的时候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他不自己玩这个玩儿嗨了 我准备把另外一个玩具给他拿来看看他喜不喜欢 登登登登 Introducing the new toy 来Woofy你看看你喜不喜欢这个 我先给你放这看看你玩不玩 来看看宝宝 喜欢了 开心了 但这个没有铃铛声 它没有那种叮铃铃铃的声音 它只能看见球一直在转 但我觉得这个玩具稍微有点廉价的地方在于 它们的底都不太稳 所以它如果劲儿大 它就能把这个玩具给推走 Hello大家好 现在是星期六我们早上现在起床了 然后星期六的早晨我们睡了个小懒觉 然后现在点了那个麦当劳的早饭 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吃过麦当劳的早饭了 然后我俩都有点馋这个麦当劳的早饭 所以就点了一下 他们现在还有网上面放这个放心卡 还蛮好的 不过我还没有那个擦他们外面的 我们现在都是就是准备着酒精湿巾 一般拿进来的外卖啊快递啊 都一定要就是把上面这个手接触过的 这些地方啊都用那个酒精擦一遍 然后想给大家推荐这个酒精湿巾 这个牌子叫凡可结 是一个就是挺小众的牌子 我也是偶然发现的 然后他们这个酒精湿巾一包 比我之前买的那个国光的那个 就特别火当时大家都在买 我觉得好用太多了 它这个纸特别的厚 而且里边沁的那个酒精就很足 而且就是真的是一大片特别大 擦起来特别方便 我拿给你们看啊 而且主要是上面戴个盖 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比那个直接 就是一个这种皮的要好很多 你们看它这个纸的这个感觉 就是整体要厚实很多 然后要密很多 然后每一次呢拿了快递外卖什么的 我们都要就是把上面这个口啊 这块就这样子搓一下 给大家稍微擦一下 感觉就是现在还没有能完全放松 这个家里消毒还是要做好 然后我们平时外边回来 手机啊什么的也都会就是拿这个擦一下 这个盒之前就是我在这拍我做咖啡 然后我旁边放了一个那个洗脸巾嘛 那洗脸巾当时后来就有人问我 说买的是什么牌子的 就跟这个是同一家买的 也是这个凡可截的 他们这个包装都是有点这种就简洁风 然后它这个脸巾的这个纸也是 就是特别特别厚实特别大一片 你们看我抽出来一张 它有这么大一片 就基本上你一片 然后覆盖脸擦就OK 这个我觉得比我以前买的那个 全眠时代的那个要便宜 而且要好一点 全眠时代的那个 我当时买一般都是只能赶那个 打折购结什么的囤一点 因为就平时我觉得还蛮贵的 因为它作为一个消耗品来说 再一个就是全眠时代买的那个 它相对比较的小 然后比较的薄 每一次可能一张擦完了之后 那一张也就完全浸湿了 但是擦不够 然后这个就蛮厚 是蛮大的 就还挺好用的 因为上次有人问 然后呢 我就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说一下 哇我们这个外卖里面还有这样一个盒 我一开始还以为送的是什么东西 应该这个是那个麦咖啡的外送 现在都这么高级了吗 我的天哪 这个包装做的也太好看了 有点 有点职业病了 这包装做的好看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看看 哇它这还一层 哎你瞅瞅人家现在一杯咖啡 这包装都搞得这么好 就是套餐里那杯牛奶而已吧 高兴半天发现不是咖啡 哦黑咖啡也是 哇那我们也没有奶 我们有很多咖啡 我们没有奶 我本来是想要奶的 结果现在没有奶 只有很多咖啡 算了喝吧 就这样吧 我看一看 给他摘着一下爪子没反应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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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睡成了一头屎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了 都已经是休息日的第二天了 过得可真快 然后我现在说话有点不清楚 因为我还在带着我的保持器 还没沾 我们今天给WUFI买的 一个新的饮水机到了 我们买的是这个小沛三代 我知道小沛在网上有很多 这个呀那个呀 大家不用担心 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看了很多的测评 那关于漏电这个电是什么电呢 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 先买这一款来尝试一下 哇看着还是蛮漂亮的 希望它一会会 很新奇的过来喝水 看看它 它走了不喝 感兴趣了 但它这个水注入起来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 因为它觉得这个好玩多过想喝水 我现在要去把我的睫毛虫先接一下 好久没接了 我现在接完了 感觉还不错 超开心 然后现在再去跟朋友吃个火锅 我们现在来吃海底捞了 真的好久没吃过海底捞了 还熟悉的味道 让我来一半一半的美丽容 好那这个就是这一期Vlog的全部内容啦 那我们希望大家看这一期看得开心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乌飞跟大家说拜拜 乌飞拜拜 拜拜 拜拜 这样子乌飞是冲着大家的 来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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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